今天要做的是瓶子小夜燈 顧名思义这个瓶子会发光 好大家仔细看了 这瓶声里面我们是放了闲灯 所以其实它有个开关在这边 我们把瓶声跟这个开关的黏在一起 然后我关起来的时候就会这样 看起来有些单调 要转一圈给大家看 然后如果说晚上的时候 你想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台灯做使用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线灯打开 登登登 梦幻 晚上不怕黑了 就可以拿来当手电筒 好最主要的是这个瓶子 我们要稍微做加工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视觉就是花朵 所以你看上面 丸子特别是很认真 在上面画了很多花花草草 然后这里我们的瓶盖 特别是帮它做了一个花的设计 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的作品 叫做瓶子小夜灯 可以当作台灯做使用 那当然空瓶子环保在利用 欢迎丸子出场 各位小丁好 大家好 然后我们瓶子小夜灯准备的材料有 空的玻璃瓶 然后灯 然后黏土 画笔 颜料 调色盘 水跟一个热笼枪 然后我们准备好就可以来开始画 然后呢 这个瓶子呢 你就是随便你喝果汁喝剩的 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然后呢 可是呢 你找的那个灯呢 跟这个瓶口啊 可能就是你可能要量一下 比较大于这个瓶口就可以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去找 像那种提灯笼的灯也可以 因为其实现在现灯的设计也很多 对 有很多种 对啊 有些现灯其实呢 不只是长这样子 而且还有七彩缤纷的 所以打开 有很多颜色的灯都有 没错 所以基本上小朋友去书局选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你喜欢的灯 然后晚上当做台灯做使用 然后我们准备这个压克力颜料 一定要用这种 油性的压克力颜料 才能涂在这个玻璃瓶上面 嘿 然后我们就先把它挤在调色盘上面 绿色 然后花呢 花你就是看你想要什么 颜色都可以 挤白色就好 然后我们画这个呢 尽量我们就不要加 我们不用加水 水只是拿来就是顺一下笔而已 然后我们先画下面这块炒皮 然后不用去加水 你的颜料不用加水 然后就直接把它画上来就可以了 这样颜色会比较饱和啦 对 颜色会比较浓 然后你就可以 这草皮看你不要画太高哦 你就大概这个瓶子这边有一条线 你就围着那条线把它涂上去 然后你不用画很直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留一些笔触的痕迹 然后这是上一层的效果 然后如果你要上第二层就要等它干一点点 再把它上第二层 然后先上一层 一层的效果是这样 就已经够饱和了 其实 对 它已经 所以我们才说那个颜料我们不要加水 好 然后再来 先画花 然后画花的时候它就是大概慢慢干 我们等一下如果觉得颜色不够可以再去加 然后我画呢 我是用白色的花 那你也可以看你想要什么色你就可以调 先画一个圆 然后这个花朵的花瓣你不用太刻意 一定要很工整 我也是很随性的画五瓣 也是不用特别去打草稿 对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自然 好 你可以看一下今天要设计什么样的花朵 当然你也可以走的是玫瑰花系列 小橱橘系列 薰衣草系列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你想到的花花草草 你都可以画在我们的瓶身上 可是有个重点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线灯放进去 所以你的瓶身不可以都是颜料 把线灯盖起来 你要透光嘛 还是要留一些透明的地方 所以在做图的时候 你的布局就是不能够把所有颜料上满 我们就是还是要留一些留白的地方 让光可以透出来 你不可以把那个瓶子全部都上满颜料 这样子光就透不出去了 那大小又不一样 花每朵大小就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作品是蛮简单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呢 丸子是画了四朵花嘛 总计是四朵 然后四朵花呢 其实都是呢 你可以很随性的去下笔 你不需要一片一片 一点一点很仔细 它基本上呢 就是充满了很随意的感觉 然后呢 花呢 它的构造也很简单 两个草 两片叶子再加上了一个根莖 然后再开出一朵花 就像这样很简单 然后你如果想要更简单也可以 对 你想要更简单 就是你会画很多圆圈圈 其实我也觉得也很漂亮 就画点点也可以 然后花就有大有小 不用很刻意说 你要每一朵都一样大什么的 不用 好 你看我们其实随性的画 然后甚至呢 你可以每一面画的花都不一样 这边画橘花 那边的话向日葵 然后那边呢就画小橱橘 另外一边又画玫瑰 那画动物也可以哦 是不是很随性 看你想要画什么 好 这大概上一层 所以就不要加水 它就会蛮浓的 然后 再画我们的叶子 但是我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是用 压克力颜料去画 那到时候这个瓶子遇到水 这些花会不会花掉啊 不太会 因为压克力颜料 它里面的胶蛮多的 它干了就会有一层 薄薄的胶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上面 再上一层像是亮光漆啊 或是保护漆 你可以再买那种 像比较好取得 像指甲油 透明指甲油也可以 你可以再帮它上一层 那个保护漆也可以 然后画一个花杆 然后一个水 两个两头尖尖的水滴做叶子 简单就可以了 然后每一朵都画 基本上呢我们用的笔呢 笔出应该是0号笔或1号笔吧 比较细一点 对你不要准备太粗 太粗你会比较不好操控 然后 然后我的叶子跟底下是不同率哦 你可以要选择不同率这样子 比较有漸层的感觉 这个是比较亮的绿色 然后这是有点墨绿 然后颜料记得都不要加水 加水会很稀 会感觉在瓶子上面滑走 如果你不满意这个饱和度的话 你可以再上个第二次或第三次 我就先都全部涂一层 然后让它有干的时间 然后我们回头 再来涂第二层 这个其实很好上手 只要你设计的涂画 它的样式不要太复杂 基本上呢小朋友应该呢 一口气呢也是不用打草稿 就可以呢直接一气合成 画在瓶子上面 那当然如果你选的瓶子 是比较大一点的话呢 市售其实还有更大一点的瓶子 你绘画的面积跟空间又会更多 你就可以构思一下说 这个瓶子我想要设计 什么样的感觉或风格 那瓶子呢尽量不要再选太小 不然的话很难上色很难 对你就尽量瓶子 大一点啦 我觉得这个是最小的 刚好 对就是最小的 不要比这种再小 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来就给它上第二层 我觉得下面的可以再浓一点 那这笔就洗干净再去沾新的颜料 那可以再上一层 然后笔就尽量轻轻的 笔触就不会那么重 如果说你觉得刚才有点太透的话 颜色太细 我们可以再等它稍微干一点 就会上第二层 就回头再来把它上第二层 补色一下 对 它哪里你觉得不满意 就可以再补一下 那你们不用去太care那个笔触 因为我觉得那种淡淡的笔触 其实蛮自然的 感也蛮好看的 所以你不用想着 一定要把它涂得好平好平 如果家里没有压克力颜料 你也可以去买那种油漆笔 油漆笔也可以涂在玻璃上面 油漆笔的话小朋友就会更好操作 我们就可以绿叶子 叶子跟花也可以再把它补一下颜色 我们的构图其实相对会蛮简单的 因为简单的话就好上手 小朋友也会比较想要尝试 那如果太难的话呢 可能就是留给大人自己做手作 那如果是要亲子的话呢 可能是比较适合选择像这样子 简单一点的图样 然后呢 花一朵就复刻下去 就直接复制乘以四 就变出四朵 那其实我刚才有想到啊 像旁边你觉得还是有点浪的话 我们可以去市面上买弄小贴纸 它可能是小蝴蝶啊 小蜜蜂啊 这些贴纸可以直接贴在旁边 我们用不同的材质呢 在这个玻璃瓶上面做画 出来的效果就会更生动 对啊 我觉得这个 这种东西应该是临失败率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颜料还没有干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用水把它洗掉啊 是可以 你就拿那个丝纸巾 然后就画不满意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趁它干之前 你就把它擦掉 对 如果说小朋友可能一不小心画出界 或者是画错 你这时候可以 还可以救 还可以补救 干之前都还可以补救 然后叶子可以再补一点 你要想要帮它画叶脉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样简单比较好看 它颜色再饱和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点个花心 嘿 再给它点个花心 它点花心也是不要加水 花心千万不能加水 好稍微点一点红色的花心 每一朵都点 你要每一朵不同颜色的花心也可以 好 很像红色的花心 然后我们就等它干一点 然后我们趁它干之前 我们来做那个 皮杆上面的小花 嘿 因为我们今天要一致性嘛 作品是连盖子都要加朵花 然后我就准备这种 红色的黏土或是花 那花你想要做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我就做亮一点的那个红色的花 那你就准备这种黏土 然后我们做之前先把 黏土揉一揉 醒一下土 然后呢我们是做五个花瓣 然后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先搓一个长条 然后你就捏五个球 就捏个五个差不多 差不多等量的 然后我们搓水滴 总共有五瓣六瓣 我们做五瓣 然后我们就先搓水滴 然后手斜斜的 搓一个尖然后轻轻压一下 然后做五个一模一样 擦一点点没关系 就不要擦太多就好了 我搓五个 嗯水滴状的黏土 其实这就是一个基础的工程啦 大家小朋友在做黏土的时候都是从搓圆啊 搓水滴开始 那所以可以训练一下小朋友的手做能力 那我们这个会发光的瓶子呢 其实就结合了两种素材 一种是手绘 一种是黏土 那基本上为了不让黏土这个盖子本身看起来太淡调 所以呢今天丸子在上面帮他设计了一朵花 那丸子也说其实花的颜色你也可以自己选择 你也可以自己选择 那你不做花的话 像有的人把它包一个布也是可以 如果说你家里黏土不好取得 你也可以如果家里有碎布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包起来 把原本的这个图案丑丑的把它包起来 把它盖住也可以 也都会很可爱 然后什么贴个蕾丝的小圈圈啊 你都可以在上面做装饰 然后我们就把五个花瓣把它并在一起 全部并在一起 并在一起之后把它 绕圈 绕回来 它就会黏在一起了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瓶杆上面 那我用那个电气胶和那种相片胶 把它黏在瓶杆上面 花体先黏上去 淋上去然后再做花心 花心就搓一个小汤圆 搓一个小汤圆 然后放上去再把它压下去就好了 这样子 这样子瓶盖就好了 记得要等它干再 要等它干 等它干再放上去 嗯 然后我有一个是已经干的 它干了就会变成像这样 它干了你就可以摸它 它就不太会掉 然后干了如果说你觉得 哪边有掉漆啊 其实都还可以再补 像它干了你都可以这样子 再把它上颜色 反正就是打妆是要上第三层 或第四层的概念啦 你看干了它上上去其实会 它全干之后 你要再补色其实会更好补 我示范给把它看一下 嗯 因为难免可能就是 压克力颜料上完啊 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不足 对 因为如果没有全干 然后你在上面干 再上色它会脱 会把底下的颜料给脱掉 那像你看的中午已经全干了对不对 对 你看喔 其实你看再上上去 它会更饱和 你会看到它会更饱和 它就会更饱和 就会底下你就会几乎都看不到 它会比原本的这个 再饱和一点 然后也没有什么笔触这样子 所以你看全干之后 你可以再补颜色 它就会更漂亮 然后我们先来把那个 灯黏在瓶盖上面 嗯 显灯 然后对 然后因为这个瓶盖里面 是不是滑滑的 它是不容易黏的 它是不容易黏的 它会滑滑的 如果说你黏那个 那个保養胶 它会比较容易滑掉 然后你就可以准备 像那种尖尖的东西 那种尖尖的东西 你再把它里面刮一刮 你把它这里面这个 刮一个那个 把它刮一刮 让它有一个接触面 是凹凸不平的感觉 它保抑用 它那个热熔腔 就比较不会滑掉 所以你就把它随便刮 把它刮得粗粗的这样子 摸起来粗粗的 然后你再把它黏上去 它比较不会掉下来 然后黏这个 你要就是胶弄多一点 要挤多一点 挤多一点 热熔胶 你可以挤厚厚的一层 你就可以掉 对把它挤厚厚的 厚厚的 厚厚的 厚厚的把它黏上去 一坨 对 然后你就先给它散一下 然后黏的时候 它这个刚好它 中间跟外面颜色是 有灰的跟白的 对不对 然后尽量胶不要超过灰色 不然它 我发现它会这样子 盖上去会卡住 所以你就尽量胶不要超过 那个灰色的地方 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刚才是在灰色的地方 让它粗粗的而已 然后黏上去你就把它补一下 让它立住 用这个胶把这个开关立住 把它立住 把它立住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 打开 你买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折得很整齐 但是 放进去我们让它乱乱的 比较好看 那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打结没关系 好 这样子把它捏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看看 就把它塞进去 然后看可不可以盖得起来 嘿 尝试看看 对对对 因为如果说你胶没有挤好 这样子就会 如果你超过那个灰色 可能就会卡卡的 这样子就可以放进去 那我刚刚这朵没有干 我要准备干的 把它黏上去 嘿我们干的黏土花 对干的 花最好是最后再黏 不然你黏那个开关的时候 怕你会那个卡到你的花 你的花就会变形 最好是等到花干了 对全干 全干 如果说你花先黏了也没关系 你就等全干了 你再去黏开关 这步骤把它捣 捣换过来就好了 你看看 然后你就可以把灯打开 它就会亮 先尝试看看能不能用 然后就可以放进去 它开灯就会很漂亮 嗯 就会变成像一个许愿瓶的感觉 许愿瓶小夜灯 然后你可以在家里 做好多个摆在一起 嗯 也会很漂亮 然后你每一个呢 其实画风都可以不一样 对 比方说我这个做的是花世界 那下一个做动物 然后再下一个做太空 然后再下一个做恐龙 对 你就可以做一系列 对 比如说花草系列 动物系列这样子 嘿 你就可以随便呢 随心所欲 今天开心画一个瓶子 明天开心又画另外一个 然后你凑身一足 也可以拿去送人也OK 那这是今天丸子呢 要教大家做的这个瓶子 会发光的瓶子 然后它的需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是 其实颜料啊 大家可以不只上一层 你为了让它的瓶身 花比较饱和立体一点 我们可以多上两到三层 那记得呢 不用在意笔触 那随心所欲的去做画就好了 还没有干之前呢 尽量不要再做下一个步骤 因为怕你的手一沾到草地或叶滋 然后又会花起 又要再重新上一次 所以记得上颜料是一个关键 还有就是呢 我们的瓶盖 做这个黏土花也是一个关键 最好是等到呢 把花做上去 黏土都干了 你再把它盖上去 来做组合 那还有最后呢 现灯的选择 也是随便大家 因为市售的现灯啊 有一些啊 是真的是七彩的五彩繽纷的 然后有一些是小灯泡的样子 那也有一些呢 是像这样子 小小的一颗一颗的灯 然后因为它要当作是小夜灯做使用嘛 所以呢大家做完之后呢 就记得一定要在里面呢 放上灯 然后呢这边是开关 开开关关的 白天就可以关灯 晚上的时候呢 你需要阅读看手机 再把灯打开 对眼睛比较好 好这就是今天丸子 要教大家做的呢 许愿品的感觉喔 会发光的小夜灯 我们谢谢丸子老师 谢谢 那豆豆快乐学堂 下回再见咯大家 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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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